聪明的山猫 大清早,山猫太太在小河边 遇到了一只野狼 野狼对山猫说 山猫太太,你一大早在忙些什么? 野狼先生,我要找几条小鱼 给我的五个孩子去 请问你驾在哪里? 野狼说着,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野狼先生 你要去我家 山猫太太觉得奇怪 是啊,你的孩子一定长得很肥 他们是长得很可爱 好像一个个毛线球 山猫太太很高兴地说 我的家就在前面的小山洞内 洞外种了美丽的大红花 野狼听了好像一阵风撕地跑开了 它跑到山猫太太说着地点 没看见五只小山猫 却看见一只大老虎住在里面 吓得赶快跑走了 他很吓得赶快跑了